赛季出的王者是六星牌赛 对面先手锁了一锁蒙田 不要犹豫 直接锁萨拉特 一次怂次怂 换到克制自己的英雄 只有多去面对 才能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成为真正的强者 打蒙田直接抢二 虽然蒙田克制萨拉特 但是一级 他是没什么威胁的 剩拿抢二 咱们也轻掉好白兵 升到二级 他到了了 注意拉扯 一定不要硬钢 给一拉扯 杨一环来了 能打一波 戳蒙田 骑皇帽展 继续走位 别被他戳到 不然他会回血的 再说 走位 给一 啊 这蒙田闪现都不叫 看样子不太会玩 其实也没必要太怕蒙田 因为也不是每次都会碰到会玩的蒙田 蒙田去支援了 咱们也得赶紧去支援 当你队前的英雄都不在线上了 自己也得第一时间过去 如果队友因为蒙田的支援炸了 那我就得背锅 这里已经两层被动了 可以打 戳龙蓄个被动 一张再续 我也不知道蒙田这双鸡在戳什么 直接两个轻轻光帽展给他拿谢 奶奶弟 本来想出一期如何打蒙田的视频 结果这家伙这么菜 搞得我很难看呀 我们现在状态很好 前米月再帮我补下线 那就先不用回去了 看看能不能继续搞点事情 一直能去被动 直辈也去看看能不能碰到人 戳 轻轻光帽展 打了击飞 轻轻光帽展 戳 A E 拿下诸葛亮 叠了被动之后就可以这样去主动找人 不要太指望自己叠了被动 正好别人跟你打 机会都是自己创造的 在极限逃生一波 非常的帅气 本来是打算回家的 但是米月还是一直在下路待 此时我如果回下的话 其实没必要 干脆直接把米月的野区收了 现在米月也没法赶过来 我也没法驱下收线 米月吃我的线正好能补经济 野怪兵圈这种东西吧 不要和队友分的太勤了 像这部我们互相吃 不仅就被下塔磨了 野区的野怪也刷掉了 野区利用率也高了 由于米月一直在下路啊 咱们把蓝也拿了 米月一直也没空拿 这蒙田是下路彻底不要了 要来恶心底线结 咱们底线成被动过去帮忙 一样再去一下 星期观望展 大众拿下 如果一直在对抗路 那射手是不是已经炸了 玉机能杀 一起走 戳 大伙是吧 大伙你得死 给亿 收下玉机 哎 我对这把这个素材 实在是太失望了 本来是想和蒙田 来个对抗路的顶级博弈啊 谁知道他这么菜啊 你看他这波一副要死的样 哎 又死了 太菜了 你不适合当我的对手 四分钟压装塔 这波能操作 一张去被动 抽小兵再续 慢慢找机会 抽中回去被动 给一 星光发展 A伞 大招 星光发展 再戳 拿下重回 还死不掉 真帅 很多兄弟们都说 自从我跟铁哥玩了一次游戏之后 就再也没有拿过国标了 彻底变成了乐根 奶奶 我受不了了 看来我得认真一次了 就这个月 拿下小乐和国标 好好地证明一下自己 你们有些人在评论区问我什么时候再打三国服 奶奶的 你直接说你想看女装德了 那个我就不理什么flag了啊 毕竟一只打脸 我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好了 那就这局 MVP加薪卡 直接加两颗金 你要问我MVP加薪卡怎么领的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稀里糊涂点进去一个页面就领了 好了好了 我是毛大哥了 明天见 咳 咳